4月25號 法輪功425和平上訪 20週年紀念研討會在美國國會舉行 多位資深國會議員致信支持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委員加里鮑爾 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教育推廣主任 莫里·貝塞特和維權律師陳光誠 在現場發言 對法輪功學員和平反迫害的勇氣表示讚賞 感謝他們為中國民眾帶來自由的希望 這一次對法輪功的迫害又一次的充分證明 這個政權是完全不講道理的 我們不應該對這樣一個邪惡的政權 抱有任何的希望 陳光誠說 除了法輪功外 藏傳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等宗教信徒 和少數民族都成了中共的打擊對象 中共對人權律師和維權民眾 也是同樣大規模的打壓 去年5月被美國總統川普提名為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委員的加里·貝爾說 這個委員會在成立之初的第一份年度報告中 就記錄了1999年4月25號的法輪功請願活動 指出法輪功學員只是希望政府能讓他們自由修煉 卻不為專制政權所容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成立於1998年 隸屬聯邦政府每年發表報告 監督各國宗教信仰自由狀況 並向國務院 白宮和國會提出政策建議 過去20年 該委員會始終高度關切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並一直建議國務院把中國列為 嚴重踐踏信仰自由的特別關注國 20年後 中國政府開始了 法輪功的犯罪 這情況讓中國在中國的教育中 是比20年後更差的 鮑爾認為 美國當年給予中共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是個錯誤 不但中國沒有因此發生令人期待的改變 反而讓美國產生了不利改變 而現有的貿易協定對中國人民同樣沒有好處 我並不相信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大國 無論是它的經濟或是它的軍隊的力量 如果它繼續遵犯基本人權的權力 和拘捕自自己的民族的權利 鮑爾說 他很高興看到川普總統在跟中共重談貿易協定 但是中共侵犯人權也不可忽視 鮑爾告訴與會者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已經向美國國務院白宮建議 向中共表達對人權和宗教自由問題的關切 他本人也已經向美國副總統彭斯建議 在美洲貿易談判中提出人權和宗教自由問題 他說 彭斯對此也有同樣強烈的感受 鮑爾說 他打算在下週與美國總統川普會面時提出同樣的建議 鮑爾說 他和他的同事會利用一切機會推動美國政府 對迫害人權的負責人進行針對性制裁 美國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主任貝塞特說 425和平請願是中國當代社會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他祝願法輪功學員能夠一如既往的抗爭下去 多名與會者對法輪功學員20年來不斷發聲 讓外界瞭解中國境內人權狀況的努力 表示感謝 謝謝 謝謝 ez··· bize勉強的